近日,杭州技师学院花费1500万元买下空客A320飞机当教具的话题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近日,记者走访了位于浙江杭州同路的杭州技师学院 该校航空与游艇学院教师杨永祥告诉记者 此次购入的是一架从加拿大航空退役的空客A320客机 机身长37.57米,一展35.8米 目前,这架飞机刚运抵该校,后期还将请专人对零部件进行组装测试并开发相关课程 这架飞机计划将在2024年春季开学的时候投入教学工作 这架飞机我们是从美国引进的,但是它原来是隶属于加拿大航空 是一架A320的飞机,那么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个试航的状态 整个的飞机的状态,机体,发动机,电器系统都非常好 这架飞机呢,它本身是具有两台运转非常良好的发动机 这两台发动机的价格就很贵了 那么除了飞机之外,我们还有整个的这个地面的电源车 气源车,还有地面的登机梯 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的教具和设施设备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整个这个A320的这个资料 手册,包括后续的这种十字培养都算在这里面 那么还有这架飞机从美国飞回来 包括整个的拆解,运输,在组装,在测试 整个的一系列的费用都在里面 据悉,杭州技师学院致力于培养机务人才 于2018年取得了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批准的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资质 并于2020年起启动大飞机采购项目 杨永祥表示,在飞机上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飞机整体系统 而且符合飞机实际运行和维修的情境 通过这种训练,学生可以更快速地熟悉将来的工作岗位 比如说我们背后的A320发动机 远处的A320起落架 这个都是属于单个的一个教具 它是已经拆解之后 现在只可以作为一个部件 对学生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部件的拆装 认识这样的一些学习 那么涉及到整个飞机系统 包括电器系统的联动 通讯系统,液压系统,管路系统等等这些 我们是一定要在大飞机上进行的 就是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了解 记者也了解到 浙江省共有三个学校拥有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资质 由于学生就业方向的差异化 学校对飞机教具型号的选择也有所不同 杨永祥说 选择空客飞机是因为目前它在华东地区市场占有率高 技术更先进,更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 采访中,即将毕业的该校2020级学生们也对新教具的引入表示兴奋 他们都期待着明年新学期可以在A320飞机上上新课 期待着未来就业时这一系列新课程所展现的竞争力 虽然说坐过飞机,但是近距离接触飞机也还是第一次 然后再加上飞机到了以后,我们的一个训练环境也会改变 像我们现在也都是在一个大教室里,换到飞机上可能有一个很小的空间会进行一个变化 它可以在我去企业之前为我先提供一个经验 就是能让我先提前接触过它 就是快毕业了嘛,然后就想尽快摸到大飞机嘛 因为我们上班之后可能应该也会能摸到大飞机 但是在学校里摸的话会更舒服一点就感觉 肯定是有很多很大的帮助的 就比如,有些板机嘛 那我们只能在教室里做自己做作 然后有大飞机就可以在飞机上 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就去实践一下 杭州技师学院副校长穆俊杰坦言 该校的飞机维修班、航空服务班等共400多名学生 在A320空客飞机投入教学后 将有机会进行大型飞机的实际操作训练 引入飞机实体教具项目 是该校为行业高精尖人才培养 做出应有贡献的一次生动实践 那么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即时许愿 培养人 我们不能是技能性人才 他不能是静中花水中月 我们要真刀、真枪的要干的 所以我们既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更要面向未来的行业和岗位的一些需求 用一些真实的工作的任务来培养人 我觉得他至少对于未来 我们服务浙江周边的这种大的民航公司的 航空人才的培养 提升我们这样的服务能力 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